关键这赛合牌已经看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下注和跟注了 他竟然还敢去做bluff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来看这一手牌 Nip老板拿到一对6啊 输的也只剩下一千多块了 老DK在他身后拿到一手A9不同色 选择了跟注 还有Brandon的K10 小猫卫也跟了下来 最终这是一个三人池 狗大六能不能活下来啊 就看flop上啊 能不能躲开一张K一张S了 呃不对 一张9一张10也不行啊 翻牌有一张10 Brandon中队反超了 看起来Nip老板要回家了 转牌 哎呦 竟然是一张8 这样的话 DK凭借一张9啊 做成了顺子 局势瞬间逆转 转牌 DK下注2000刀 还想去拿2500刀 去拿Brandon的价值 Brandon心说 怎么着 想独吞这个底池是吧 有勾 你翻牌就打了 你肯定没勾 那我的一对10 应该还是OK的 不对 老DK这个人 拿着一对7对8 不可能下注 那 单就成顺的牌面啊 Brandon最终相信了DK有9 合牌 一张草花3 今晚被清空桌面两次的Neve 可能是要起身离场了 确实啊 这一个晚上都没怎么见Neve老板说过话 继续来看这手牌啊 Simon拿到了一手27 加注到了200 不得不说这个加注有点小 27直接当一对K一对S来打就好啊 毕竟这张桌子赢了27啊 收益还是不错的 这对上4个人 这27有胜算吗 最终是留下了3个人啊 翻牌346 完了完了 老DK直接拿到了天顺 而Simon是一个卡顺听牌 DJF有7啊 同样是一个卡顺听牌 老DK身处后卫下注300 紧跟着看到两个跟注 转牌一张黑桃8 DK手里的牌仍旧是NAS 转牌DK选择过牌慢打 最终合牌一张翻扩2 这张牌比较不好啊 现在牌面变成了单五成顺 而DJF选择零打 他认为老DK在flop上啊 纯就是个偷吃啊 而Simon根本连DJF都不信 合牌拿着一对二啊 选择了扩 这样的话 一个bet一个call DK的加注 这谁扛得住啊 DJF肯定是扛不住啊 一手勾开 反加到了1500刀 这个赔率很不错 1000刀看个DK的牌 以Simon对DK的了解啊 这个老头如果有好牌啊 不可能漫漫悠悠的打到合牌 怎么样 这1000刀看到一条天顺啊 值不值啊 继续往下看 DJF和自己的欢喜 冤家DK啊又撞到了一起啊 DJF手里2300刀全部推了出来 老DK拿到一手AK不同色啊 直接接了 一次发牌上来就是一张A死 今晚上DJF也是有够倒霉啊 每次跑马他都能输啊 谁对上自己谁都能反抄 爱咋咋地吧 反正输光了也不止一次了 今晚也就这一次了 运气一直就上不来啊 他真的就上不来 记得上周DK在这张桌子上的发挥啊 非常的不错啊 不过这周他又回归了最原始的状态啊 不停的在送 继续往下看 NateK要拿到一手AKS 400刀的夹注 象棋皇后Boltis 后卫K钩跟注 还有老DK的一手七八铜色 Flop上两张八 DK拿到开门的三条 不过这手牌远没有结束啊 NateK要AKS 恰好是两张黑桃啊 再掉黑桃就是老DK的噩梦了 提示框这边出了点问题啊 入池的牌手好像不止三个 Brandon 小猫卫并没有读到牌 呃 在翻后做了半吃的下注 DK跟了下来 NateK要A滑顶牌也跟了下来 转牌黑刀石 第三张黑桃来了 DK应该要稳一点啊 可是Brandon稳得住吗 啊 5300刀的坡 Brandon在转牌打了2500 这是拉DK下水呢 本来这个底池还可以控制控制啊 这前面有个人不停的加注啊 NateK要拿着大牌 在后面跟住 这你受得了吗 而到了转牌 仍旧能看到一个非常重的bet 和一个call NateK应该是要加注了 这个时候加注不出意外啊 至少有一家应该也能跟下来啊 我现在就希望Brandon能跟下来 不然的话很有可能 大哥到底拿了什么牌啊 咱们有可能会看不到啊 如果他盖牌的话 牌摆的并没有问题啊 是在读牌区里啊 正常来讲叠着也是没关系的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读出来 最终Brandon还是盖掉了 这到底什么牌啊 如果是一张黑桃圈的话 我不认为Brandon能盖得掉 连开两枪 或许是一手什么A钩啊 A圈这样的牌啊 压根什么都没有 这手牌也算是把老DK给坑了 如果没有Brandon 底池不会有这么大 盒牌一张草花3 DK手里还剩3000 底池已经211了 NateK又怎会放过 吃掉这条鱼的机会呢 一个check一个欧印 紧跟着一个跟住啊 这手牌结束了 可怜的老DK再次被清空啊 已经打到这一步了 已经打到这一步了 DK应该很清楚 NateK手里啊 只能是一手铜花 不会是别的 DK也知道转牌自己已经落后了 他只是希望盒牌能看到一张五 或者一张七 将近3万的底池 被NateK收入囊中 DK再次输光 接着往下看 Yara难得入池啊 可是AK为什么不加注呢 AK甚至没有做一个三败 哎呀 这手牌 这是一个四人池了 翻牌4、6、7两张方块 Brandon和DJF凭借着一张五 拿到一个双头顺的听牌 而3万的89呢 也是一个双头顺的听牌 Brandon下注500 DJF秒扣 Yara AK Flop上没中牌 直接盖掉 这手AK打的 怎么说呢 明明翻前可以直接收拾的牌啊 仅仅就看了个翻牌 转牌 还是一张七啊 一张红桃七 Brandon的牌力大幅度提升啊 现在变成了一手花顺双抽 过过过 没人打了 合牌 红桃二 Brandon做成了最大的铜花 不过这是一个攻对面啊 可是他所担心的葫芦会不会存在呢 3500的坡下注2000 正常拿一个价值啊 DJF肯定是跟不动的 一手A嗨 三慢也是一样啊 这手牌应该已经结束了 真是啊 还能干什么呢 什么也干不了啊 三慢打2000 或许会有两张红桃 或许会有一张七 或许会有一个超对 都有可能啊 DJF 这 这一手A嗨的跟注 我是没看懂 关键值在合牌 已经看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下注和跟注了 他竟然还敢去做buff 这三慢打牌 真的很诡异啊 没得说 Brandon想都没想就跟了下来 纯送钱啊 DJF的跟注我已经看不懂了 三慢这个Oin啊 让我更加刮目相看 Yara在一旁陷入了沉思 他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这个牌手牌明明比我还差 怎么敢推呢 好 那么随着这手牌结束呢 这张牌桌的战斗也暂且告一段落了 咱们来看看最后的结果 所以Pip入持络 不用看三慢啊 因为刚上桌 没打几手牌 而老DK呢 73% DJF的61% 永远都是榜一榜二啊 Yara一如既往的低 只有三成左右 翻钱加注率 DJF和DK 2623 而盈利榜 Nate Hill 34000水上 Boltis 27000水上 Yara 16000水上 这几个高水准的牌手啊 保持了一如既往的实力啊 老DK水下36000 DJF水下 一万八 这对欢喜冤家 呵呵 哈斯拉的正馆之宝 好 那么这期视频呢 到这就告一段落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